我们的这个在中国呢 是增不减 然后变成全世界最大电厂 第一个反而容易引起敌人的攻击 第二个一攻击完以后 就国家大面积的破坏 大面积的破坏 大量的破坏 所以这样的方式 不但第一个 显示我们国家有缺电的问题 所以才会这样乱糟糟的能源政策 第二个呢 还污染了我们的空气 影响我们市民的健康 那第三个呢 还危害了国家安全 因为导致国家会因此有危险 因为你能源过度集中 然后容易引起敌人的攻击 而且一攻击下去 因为它是大能源 所以呢 国家会大量的这样的一个受伤 伤害 那所以请中央一定要深思 短期之内赶快找出 然后增弃开煤的一个方法